那要立這個的時候 它很多禁忌它只能長老立 專業講師為學員們解讀 原住民族文化園區所收藏的 達悟族珍貴文物 透過老師對藏品圖文 與技法的細緻剖析 讓學員們不僅看見了 藝術品文物的美麗 更了解其中隱藏的文化意涵 及不同的圖文所象徵的文化故事 我們去深入他們的編織 還有他們的造船技術 你才發現他們原來有那麼多的智慧 是我們想像不到的 就是網路上的說法 又跟老師所講解的又不一樣 他們會對每一個物件 都會注入就是助導池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蠻美的 對 然後我就覺得 其實我們在原住民在對零跟物 還有物件上面我們都是非常有情感 也非常深厚 那上網這個課又更了解到達悟族 來自蘭嶼東青部落的 平板洲公益師張士凱 追隨父親腳步自律於推廣 平板洲與海洋文化 平板洲不僅是達悟族人 生活的一部分 更是文化的重要基石 承載著蘭嶼的歷史與記憶 更呈現這支海洋民族的智慧與美麗 透過這次的解讀讓我們台灣的朋友也好 或者對外界的朋友也好 都是有一個更深的認知 就是不管是蘭嶼的航海文化 或者昭州的文化 還有蘭嶼傳統生活器物的製作 我們都做了很正確的方向去 傳遞給我們這次來想要聽的就是學員 蘭嶼發中興表示 中興從去年開始推動台灣原住民族 歷史記憶推動計畫 將陸續辦理16個原住民族群的文物解讀工作方 希望將族群文物分析、公益技法、記憶故事 及影音等素材內容記錄 讓傳統公益能有效的點藏 作為未來建置台灣原住民主體性文化資料庫 嚴世軒歌手、評論馬加採訪報導